第十四火箭课唱 他们一点都没有慌张,所有人都相信只要全员健康归来,就不用担心战绩问题,他们始终会回到应该要待的地方去,而且从最近三场比赛中,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火箭的防守得到了大幅提升,他们今天仅仅让步行者拿到94分,这已经是连续两场限制对手得分不够百了,在NBA联盟修改新规之后,现在的得分更加容易了, 但火箭还是展现了铁式防守,不得不说火箭已经逐渐找到了上赛季的那一种默契感,那一种防守端不断交流的化学反应,人们总是看到火箭新赛季的战绩不好,就开始敲刺,认为莫雷的语言是失败的,甚至认为火箭得到安东尼都是一种错误,之后开始甩锅扎姆斯、安妮斯等风险,开始怀念起了阿里扎和巴默特, 也因为如此火箭几乎全队都被批评过,但事实上,新元和老球人之间,原本就需要不断磨合,更何况火箭的风险几乎是换了一场,在没有任何模糊的情况下,像直接打出去年的铁式防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, 就像是德安东尼在今天赛号说的一样,在之前的几场比赛,我们的防守连个指带子都防不住,但我知道,这种情况不会是长期的, 我告诉球员们,只要我们保持住精神头,保持住球队上个赛季的那种化学反应,所有人都要在防守端交流,重新建立起那种防守体系和信任感, 我们只要做到这些就会没事的,因为我们拥有一些出色的终结者,他们知道如何赢球,德安东尼也不容易呀,在四连败的时候,他差点就下课了,赎金球队重回正轨,也难怪德帅在赛后会如此的高兴,而且德帅还宣布了一个大利好,就是他的搭档防守住叫布帅,要重新回归球队了, 布帅可是一位真正的防守专家,他和德安东尼的组合,堪称是矛盾组合,一人攻击,一人负责防守,无缝连接,连珊姆斯·哈登和克里斯·保罗在今天赛后都喜出望外,对于火箭球迷来说,布帅的重要性和德安东尼所差无几,有布帅在的时候,他可以点出火箭防守端的漏洞,甚至可以去改进无限换防, 更换一个新的策略,火箭三位教练,一直被球迷们戏称为死亡三筹,无论球队领先多少分,他们就是不孝,反而是筹没复展,现在这个组合终于要回来了,得上帅家布帅家罗吉斯三人,火箭未来可期。 谢谢观看